大家好,今天我准备开始我的这个网上的讲义,我的名字叫David,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自己了解的关于肿瘤临床实验设计的一些知识和方法介绍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台,我也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或者society,我们做一些贡献。 我的基本的一些想法就是我准备先开发第一门课,这门课的名字大家可以在这个底下可以看到,叫Modern Clinical Trial Design Lecture Series,所以我想把它开发成一系列的课程,然后每门课程的时间不要太长,20分钟以内,然后每门课程讲一个知识点,然后同时给大家辅助一些coding, 比如说Rcode或者一些其他的软件来帮助大家知道怎么进行操作,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初衷,这也是我第一次录视频,所以很多可能有不足之处,请大家谅解。 今天呢,我打算的第一讲我想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一期的肿瘤临床试验,Phase 1 Oncology Clinical Trial Design,然后这个是本讲的一个大概的纲要,所以我会先介绍什么是一期的肿瘤临床试验,然后它的一些特点,它的一些挑战。 然后呢,我在第二个部分呢,将要介绍什么是3加3设计,因为这个设计虽然大家都知道它很简单,但是它仍然用的很多,所以呢,我还是想把它稍微的总结和梳理一下。 通过这个design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什么是临床一期的肿瘤设计,然后呢,我也会给出一个软件包吧,来介绍一下,从统计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样来评估一个设计是好还是坏,how to evaluate the design, 然后呢,我会稍待在第三部分提一下,什么是基于模型的model-based,什么是基于辅助模型的model-assisted design,这个呢,我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呢,我们在下一讲将会逐步的展开和细化,关于他们的一些知识点。 OK,所以这里我简单的先提一下,整个药物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吧。 我们说这个drug discovery,我们分两大块,一块就是所谓的非临床,non-clinical development,这个我们不多细说了,比如说一些动物试验,或者更早期的一些在细胞上的一些试验。 然后我们说clinical trial,clinical trial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perspectively planned experiment,就是一个前瞻性的计划好的一个试验,然后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它的目的呢,基本上是要来evaluating potentially beneficial therapies or treatments,所以它基本上是来衡量一个药或者一个新的疗法,它是否具有潜在的有效的这个疗效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我们说clinical trial其实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经标准,对于FDA通过它来做最后药物的上市的审批。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studies,研究呢,我们一般呢,都有非常,都有很多的一个controlled conditions,as many as possible。 所以它会尽量的使得这个人群呢,比较homogeneous,比较一致性。 然后很多条件呢,都控制住了,排除了很多噪音和干扰因素。 所以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对的比较准确的一些结果,使得我们能够对于一个药,它到底是提高了是有疗效或者是有toxicity,有毒性等等呢,做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结论。 我们说这个临床的这个研发呢,从我们当前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分为四期。 这个FACE1一期呢,本质上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找MPD,就最大耐受剂量。 但是通常呢,我们很重要也会找PK,然后PD有时候也会找。 所以我们说clinical pharmacology的东西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肿瘤来说,我们一般最重要的一个primium就是MTD。 然后对于FACE2来说呢,我们说这个药物的这个efficacy,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当然同时还要monitoring它的safety。 然后还有dose ranging,我们说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窗,使得这个窗内的这个dose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一定的疗效。 但同时也能够使得它的毒性不够,而不是很大,对病人没有太多的危害。 然后三期呢,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大规模的长期的一个确诊性的一个临床实验。 一期和二期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exploitory,就是探索性的。 然后到了三期呢,我们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大量的病人的纳入,来做一个临床实验。 然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能进入market,进入FDA的神批,进入市场。 然后四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上市后的一个回溯。 然后当前我们很多的所谓的真实世界real world analysis,或者real world这种data的boring information, 就是很多都是关注于这个的。 这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以后我们会在这门客人中呢,足够的细化。 而且我们会介绍很多比较现代的一些方法吧。 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肿瘤的, 尤其我们谈肿瘤,肿瘤一期临床实验它的目标。 我们说肿瘤临床实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呢,就是找这个maximatory dose,mtd,最大耐收剂量。 我们说最大耐收剂量它本质上来说,如果从统计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概率的概念。 它就是来说我们的一个dose,一个剂量,或者一个药的一个剂量, 它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毒性概率,我们把它叫做肺。 我们通常在种药物中呢,一般情况下这个可接受的肺呢,大概就是15%到30%或者33%。 我们说怎么样来看什么是一个一期临床实验呢? 我们可以这么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说假设在做临床实验之前,我们的研究者或者医生或者药肠呢, 我们说假设给了这么的一些dose,一些剂量。 我们说这些剂量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剂量。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者也给我们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毒性概率。 比如说30%在这儿,OK,这是外周,30%。 然后呢,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尤其对于这个细胞毒性的这个药物。 随着剂量的增加呢,这个毒性也会增加。 OK,所以我们看这个曲线呢,基本上是一个monotone的increase的一个curve,单调递增的一个曲线。 然后呢,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够知道,OK,对应这个toxicity rate,比如说30%, 它对应的这个dose level是哪一个,对吧? 第几个dose。 这个dose找到了,我们说这个dose,我们就把它叫做mtd dose,最大耐出剂量。 好了,但是对于肿瘤临床实验来说,想找这样的一个dose,其实不是很容易。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做临床实验跟做动物实验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有这个ethical,就是伦理性的要求。 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做动物实验一样,比如说做动物实验,比如说老鼠实验,我们可能可以这么来做。 比如说每个dose上我们分配10到20个老鼠,然后呢,我们来做实验。 等到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比如说这个你看像这个logistic curve,是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urve给它估计出来。 然后估计出来,我们可以反求出来,对应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量,对吧? 但是我们做人的实验,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特别高的地方是不是很毒,我们把病人如果贸然的直接就分配到这个剂量上进行实验的话。 这是非常不伦理的一件事情。 好,这是我们想说的。 所以我们做肿瘤临床实验,本质上来说,我们就是要从比如说最低剂量,或者从给定的一个剂量开始来进行。 进行这个尝试。 然后根据病人每次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一期临床实验呢,它的样本量都非常小。 我们一般情况下20,25,30,最多也不叫最多吧。 就是反正超过30,35的都不是特别多了。 所以我们说在这么小的样本量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比较准确的能够找到对应的剂量。 找到一个剂量对应我们的这个target toxicity rate,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好,这是我们的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吧。 我们的一期要干这样的一个事。 当然我忘了说一句,我们一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不光是要准确的找到这样的一个对应toxity rate这样的一个dose。 我们同时还希望在整个临床实验的过程中和结束以后, 我们尽可能的能够将非常多的病人能够分配到这个剂量上进行受试。 剂量少的将病人分配到超过这个MTD的这个dose上进行受试,对吧。 因为这样子很多病人就会过毒,这个对病人非常不好的,over toxic。 然后也很容易使得临床实验进行中止体现。 然后同时我们也尽量避免能够希望将很多的人分配到比较低的剂量上。 因为比较低的剂量虽然safe,但是它其实是untherapylic,是没有达到治疗的效果的。 对病人同样是unicical,不伦理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些大概的思路和挑战对于仪器。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真正的来做一个临床实验, 在实践中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卡通图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说做真正的临床实验,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每次会来比如说一个cohort,一批病人吧。 这个病人我们说很多时候我把它作为三个病人,就每次来三个病人。 我们说在作为从最低的剂量开始进行尝试,或者说给定的剂量。 比如说我们一般做儿童的癌症,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大人的MTD剂量开始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但是我们一般会给它一个backup,有一个小低的剂量。 所以比如说从第二个剂量开始,等等如此,这个是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我们说第一批病人在这个剂量下已经治好了以后,已经得到了治疗以后。 我们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在28天或者一个月以后,我们会来observe,来evaluate,来评估一下。 这三个人里面有多少个人会有DLT,就是这个毒性dose limiting toxicity, 毒性极限概率,或者三级以上的AE的事件的发生等等如此。 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说对于下一批病人,我们不是又要来下一批病人。 对于下一批病人,在哪个剂量上治,我们就会有三个可能的,要做三个可能的选择。 一个是升级量,如果当前这个剂量比较safe, 那我们下一批病人就应该分配到更高一个的剂量上,有可能会分配到更高的一个剂量上进行治疗。 如果当前的这个剂量已经接近了我们的MTD的这个target toxicity rate, 我们可能就将下一批病人还是在当前剂量上进行治疗。 如果当前的这个剂量过毒,那我们下一批病人就应该在第一级的这个剂量上进行治疗。 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次呢,来了病人以后呢,我们都会有三个选择,或者叫做决策。 好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再简单的总结一下疫情。 疫情是第一次的一个在人身上做的一个研究。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那几个卡通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疫情的这个实验,本质上可以看作一个 a sequence of decision-making steps of those assignments for patients, right, who are sequentially enrolled into the trial。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质上来说是一系列的一个决策。 然后决策,怎么样将这个剂量分配到虚冠的进入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些病人中去。 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一个实验设计呢,大家可以想象,就非常有可能会增加这个实验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如果这个实验呢,它不够好,我们就能够使得它及早的中断。 然后呢,这样的可以避免呢,更多的资源用在这个药上。 然后我们可以,可以使得这个要及早的这个不合理的剂量,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要及早退出市场。 然后我们说一个好的一个,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实验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dose。 然后这个dose呢,它会进入下一期的这个实验进行进行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然后呢,如果这个dose选的比较准确,我们就可能能够增加这个整个这个实验的成功率。 OK,好了,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话,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不升也不降,什么时候降。 我们是需要计算一下就是在每个dose下,这一下它对应的toxicity probability,毒性概率是多少。 OK,所以我们这个费,我们大家知道是我们的毒性目标概率,对吧,比如说30%。 我们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pg,比如说在dose这一下,这个毒性概率pg是知道的,那很容易做判断,对吧,做decision。 如果pg比这个小,我们说哦,那就说明它比较当前这个计量这一下,它比较safe,对吧,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就应该升dose,对吧,如果pg刚好就等于这个肺,我们就应该不升不降。 如果这个pg比肺大,我们就应该降。 所以这个很容易看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一大小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一期实验的爬坡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然后我们就不停的这样做,直到比如说我们给定了25个人,把这25个人做完,等等如此。 但是实际这个临床中呢,这个pg也就是在每个dose这一下的毒性概率是unknode的,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够根据观测到的数据来对pg做估计,然后再做决策。 当然一个非常naive的一个方法就是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pg进行估计。mg除以ng,其中mg呢就是在当前的时候,在这个dose这一下,有多少个人有这个toxicity,对吧。 然后ng,ng就是在这个当前dose这一下,有多少个病人进行了治疗。 所以简单的一个比例,一个point s的一个点估计,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Ok,好了,所以我上面这些东西呢,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什么是一期实验,一期实验的challenging挑战在哪里。 然后呢,一期实验呢,它本质上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虚冠的一个做decision的一个过程。 好,然后我觉得下来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design,就是3加3设计。 这里有一个3加3设计的一个flow chart,就是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很容易就能看到,3加3设计是怎么在临床中实际被应用的。 我们也可以结合刚刚那个卡通图来看一下怎么做。 你看这个3加3设计是这么来的,就是我们假设在dose这一上呢,我们现在有了三个人。 如果有了三个人以后呢,我们过了比如说第一个疗程之后,first cycle,我们来观察一下。 如果在这三个人中呢,有0个人有DLT,那就说明当前的dose是很安全的。 所以我们下一批三个病人呢,就应该分配到在更高一级的J加1这个dose来往上进行治疗。 对吧? 然后呢,如果我们在三个人中呢,有一个人有出现了DLT,那他可能就觉得,可能还差不多吧。 不读也不是,也不很读也不很safe,那我们就在这个计量上这一上,再增加三个人。 再增加三个人,我们再判断,再过了一个cycle,比如说28天。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现在六个人呢,对吧?如果这个六个人里边呢,有小于两个人是DLT,那就说明他还比较safe,我们就必须继续往上升,对吧? 如果他大于等于两个人,在六个人里边有大于等于两个人出现了DLT,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就会降dose。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就说,OK,我们降了dose以后,就说那个降一级的dose呢,就叫做MTD了。 就说降一级,比如说我们当前就在dose3上,我们发现了dose3有六个人,然后大于等于两个人出现了DLT,那我们就降引到dose2上,然后说dose2就是MTD,最大耐受剂量就找到了。 然后同样的,如果三个人里边呢,有大于等于两个人出现了DLT,那说明很毒,对吧?我们一定要降。 然后降完以后呢,说下一个是MTD,比如说3,当前在dose3上,降到dose2上了,我们把dose2称为MTD。 大家可以看到3加3设计非常简单,所以我们说它very simple,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3加3设计似乎缺了很多东西,似乎也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里,它的数学统计特性在哪里,好像不是很清楚。 所以很多很多的文献和学者都已经证明了,3加3设计虽然简单,但是这个performance very poor,就是它的统计的特性或者统计的性能非常的差。 当然因为它简单,所以它永远是一个commonly used design,还是被FDA或者各大的癌症中心是可以接受的。 这里呢,我觉得能够接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FDA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它是保证这个药是不是safety。 是不是safety,这是FDA它作为监管部门,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你能不能有效,那是你药厂的事,因为你不能证明你有效,你自然上市不了,对不对? 但是我得保证你有没有safety。 所以这个3加3它反正肯定能保证你safety。 你到底找到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又是safety又是有效的? 这个我们以后要讨论的我们的设计就是,更优的设计就是既能找到safety,又能找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企量的设计。 那是我们以后说的事。 但是当前这个3加3它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到,但是药监局不管,对吧? 但是对于很多医院或者它做一个最早期的一个研究来说,它如果没有很多很大的统计团队或者没有统计师来帮助它的话,那它觉得3加3反正也能被接受,也能被批准,对吧? 也能上clientrial.gov这样的网站,所以它也就OK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 好了,那我们来说一下3加3设计它的深刻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说它easy to implement,它很容易被操作,对吧?很容易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but a lower chance to identify the MTD due to excisive small and random sample siz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加3设计它的样本量你用了多少是不知道的,它其实是随机的。 它出现哪个你也不知道,对吧?出现了以后它有可能就停了,对不对? 然后而且它其实在每个dose上,其实都用就是被受试的病人都非常少。 你看,就没有一个,在任何一个dose上都不会超过6个病人,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统计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对一个dose要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estimation估计的话, 你数据量太小,那肯定是不能够达到很好的精度的。 所以我们说provide later information for estimation。 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缺点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用3加3,或者还有一些role-based,我们叫做基于这个算法的设计。 我们说还有rolling-6,对吧?这种设计。 我们是一般做完以后,我们都会再加一个所谓的ad-hoc cohort expansion,做一个拓展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你找到了这个mtd,我们再加6个人再看一下是不是ok。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另一个缺点,我们刚刚在介绍这个phase1的时候,我们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给一个toxicity target,或者叫做dLT rate。 这个一般情况下,比如说30%这个目标,或者25%,我们说这个药物的毒性不要超过25%,这个是由医生或者根据当前的药等等的一个东西, 包括一些historic information或者literature做的一些东西,我们提前给定的,对吧? 好,但是你看对于3加3来说,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输入这个参数,对吧? 所以本质上来说,它这个靶子打的就不准,它不知道要打哪里,对吧? 我们说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它本质上来说,打的靶子是6分之6,对吧? 因为它超过它1分之1的时候,它是在这儿,它稍微超过它又低了。 所以它基本上在20%,25%左右游荡,就是它的这样一个靶心,你知道吧? 它打的DLT的靶心。 好了,然后另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 它每次做这个爬坡,不管是向上爬,escalation,还是向下,对吧? de-escalation。 你只能在有3个或者6个evaluable patients的情况下才能做决策,对吧?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做过临床实验,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6个人了。 但是到最后这个cycle1结束的时候, 哎呀,有一个人最后发现, 当前前期的一些指标或者做的判断可能有失误的地方。 就有一个病人他不evaluable,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病人。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有5个人了。 有5个人这个时候我们还得做。 我们不能说就等到这儿,等下一个病人来,再等一个月来做判断。 因为后边又来病人,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得在5个人的时候做判断。 但是3加3设计就非常的不方便。 它只能在3个和6个人的时候来做判断。 好了,这是我说了一下3加3设计的一些, 一个基本的情况。 它到底怎么样用? 然后它的一些缺点等等。 然后虽然它有这个缺点了, 但是还是用的很多,对吧? 所以我现在想通过一个就是一个R软件包, R package, 来说一下3加3设计怎么用。 同时来介绍一些概念, 就怎么样评估一个设计一个design的好和坏, 看哪些简单的指标。 这里我用了一个叫做UBCRM这样的一个R package, 大家可以非常容易从网上下载到, 装到你的Rsoftware里去。 然后呢, 这有两个function。 一个function叫做Simulation3 plus3,对吧? 然后这个很容易, 你看,这个我们只需要, 假设我们现在有三个doselevel, 有三个计量, 分别是10%, 20%, 30%, 对吧? 然后我们又要做模拟, 我们做一次实验, 对吧? 我们刚就这张图, 我们让它run一次, OK, 我们看是什么结果, 我们给它一个seed, 这样子使得我们这个结果能够重复。 我们run一次, 我们最后看它就这样子了, 比如说run了一次,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是三个dose了, 这个dose, 三个dose是这样子的, dose123, OK, 然后呢, 最后我们发现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dose1上呢, 有三个人, 然后它没有DLT, 然后dose2上有三个人, 有两个DLT,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定会往回走的, 对吧? 所以dose3上就不会再有DLT, 所以它最后总共用6个人, 然后最后找到了MPD是doselevel1, OK, 然后最后一个dose, try的dose是doselevel2,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样大家可以自己play, 自己可以给不同的这个, 我们叫scenario, 叫场景吧, 你可以来实验一下, 这个3加3会怎么样走, 对吧? 但是我们真正在做一个protocol的时候, 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给这个研究者和管理当局, 这个监管当局, 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报告的, 这个报告呢, 我们一个情况下不能做一次模拟, 对吧? 因为它太随机了, 我们现在比如说你一个set换一下, 它可能结果就变了, 换一下就变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么来,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稍微变了一下, 因为这样子使得这个结果能好看一些, 这个0.5, 就更读了, 对吧? 拉得开一些, 我做1000次模拟, 对吧? 我做1000次模拟, 然后入这个simulation, 这个3 plus 3, SSM这个命令,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解读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123这个dose,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做了1000次实验以后, 我平均而言, 就是在第一个dose上, 用了3.7个人3加3设计, 然后在这个dose上, 平均而言, 出现了, 平均而言有0.34个人, 出现了DLT实验, 对吧? 然后DLT的概率Probability, 估计大概是9%, 然后我这个3加3, 将这个第一个dose, 推荐为MTD的可能性是26.5%, OK, 就是这一行怎么解读, 然后第二行就是第二个dose, 第二个dose, 大家看这20%还OK, 对吧? 所以它大概平均3.7个人, 在这个dose上进行受试, 然后DLT的平均出现的是0.75, 然后它估计的还比较准确, 你看, 刚刚这个估计也比较准确了, 它估计大概20%, 对吧? 这个刚好真实的值也是20%, 然后它有54.1%的可能性, 推荐这个dose是MTD, 然后dose3大家看到是50%的toxicity probability, 非常毒的, 对吧? 50%了, 所以它受试的人平均就少了, 然后平均2.68个人, 然后1.33个人出现毒性, 然后估计是49%, 还差不多, 对吧? 然后推荐dose3的可能性是MTD的可能性, 只有百分之不到12%,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结果, 是可以报给这个proticle, 是可以写到proticle方案里的, 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让, 我们可以比如说试不同的场景, 对吧? 然后让这个PI研究者看一下, 这个设计到底怎么样, 当然我们这是3加3了, 我们以后会说它不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了一下, 怎么样能够看懂一个实验设计, 它的好还是坏, 看懂它的一些关键的指标, 这是我想在这说的一个用意, 好, 下来我想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对于一期实验设计, 我们本质上来说是有三大类方法, 第一类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叫做algorithm based design, 就是基于算法的一个设计, 我们说再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dose transition, 就是这个移动吧, 它是based on a site of perspecified rules or algorithm, 给定的, 比如3加3, 3个里边出一个就停, 就stay对吧, 3个里边出零个就升, 3个里边出两个就降, 3加3还有biased con, 还有rolling six, 我这没有写, 它比较透明对吧, 它比较好用, 但是performance是不好的, 然后另一个是基于模型的, 基于模型的我们可以想象, 刚刚3加3就没有管这个dose toxicity curve, 计量毒性曲线, 它就没有管, 模型设计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要给这个毒性计量的, 这个计量毒性的给它一个模型, 对吧, 假设一个模型, 然后模型里边一定会有参数, 我们根据已有的这个数据, 就是不停的能够把这个参数不停的再估计, 再更新再更新, 对吧, 用这个不停的, 大家知道是, 大家已经知道这个一期实验设计是一个虚冠的,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虚冠进来的这个病人的信息呢, 数据呢, 不停的更新这个模型, 然后用这个更新的模型呢, 来做这个dose的transition, 移动, OK, 所以这里边其实一般情况下会用到贝叶斯的方法,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实验设计的方法叫CRM, 叫做continued reassignment method,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模型呢, 我们会在下来的这个讲义中呢, 给它比较仔细的说清楚, 然后同时给予这个software模型的支持, 我们这个软件的支持, 看大家怎么用, 所以它比较好, performance是很好的, 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点难, 对吧, 不是那么透明, 而且呢, 不是那么容易操作, 还是有, 还是得有统计分析师懂才能用得了它, 然后当前, 最近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个设计呢, 就是所谓的辅助模型设计, 然后呢, 这个设计呢,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不, 不假设一个dose toxicity model, 给这个曲线呢, 不假设, 对吧, 有曲线呢, 这个显得比较, 好像这个assumption, 就是假设比较多, 它不假设, 但是它, 它还会用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主要是对这个读性概率来进行模型, 一般我们就给它一个beta distribution, beta分布, 也是于贝叶斯, 这都是基于贝叶斯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一点呢, 它有点像这个刚刚的model based design, 对吧, 但是它的这个很好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因为不是连续那个曲线做假设, 它只是假设这个, 嗯, 毒性概率的一个毒性概率简模, 所以它的这个升降的这个, 升降的这个决策的这个表呢, 是可以完整的列出的, 这个就像3加3一样, 它的升降的这个规则写的非常清楚, 你不用做实验之前, 我就能够, 我就已经能够知道, 怎么样升, 什么时候升, 什么时候降, 对吧, 这是非常好的, 这个model based design呢,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嗯, 有三大块的方法, 三大类方法吧, 一类就是MTPI, 然后一类就是Bowen, 然后一类是Cable design, 这三个呢, 基本上是MTPI, 现在MTPI2, 这三个基本上是comparable的, 然后呢, 都非常的这个好用, 然后MTPI是commercial商业的, 然后Bowen和Cable呢, 是免费的, 然后它们都是transparent, 然后也很好用, 也有好的good performance, 我们在后面的讲义中呢, 也会陆续的详细的讲他们, 这些实验设计的方法, 好了, 这个是我的第一次的一个讲义, 讲的这些内容, 然后其中一些课件呢, 用到了原音教授, MTNN, 是原音教授的一些课件, 再次表示感谢, 好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讲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